看出极乐世界教学的场所 无比的庄严 这个庄严不是人设计的 人设计没那么美好 自然的 为什么是呢 它是有自信的变现 自信就这么样的美好 无论怎么变 变得再多 都是一样的美好 就像你要不信像万花筒一样 像万花筒 这里面就几片 不同颜色的碎片 放在这里面 三片玻璃 你去转 无论怎么转 里面的图案都是有规矩的 绝对不会凌乱 万花筒都有这个信德 我们自信难道比万花筒还不如吗 庄严的探寻计 庄严有二意 一是聚得意 二是教师意 庄严是美好 美好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是德 聚得 自信的得 本聚的得相 第二个意思呢 教师 教师交互 事是装饰 这是用我们世间的意思 来解释 那我们有极劲的聚会 像世间人做喜事 做受 一定有很庄严的场所 我们现在讲礼堂 礼堂要布施 要布置 这就是教师的意思 顾晓本约 弥陀金上的 欺负故土 成就如是功德 庄严 弥陀金上这句话 几乎每一段里头都有 看出极乐世界 教学的 场所 无比的庄严 这个庄严 不是人设计的 人设计 没那么美好 自然的 为什么是 他是有自信的变现 自信 就这么样的美好 无论怎么变 变得再多 都是一样的美好 就像你要不信 像万花童一 像万花童 这里面就几片 不同颜色的碎片 放在这里面 三片玻璃 你去转 无论怎么转 里面的图案 都是有规矩的 绝对不会凌乱 万花童都有这个信德 我们自信 难道比万花童还不如吗 再跟诸位说 我们人体 人体是谁造的 为什么里面的学器官那么多 它一条都不错乱 过有过的功能 它是一部机器 不是人造的 自信 我们人体自然 必须造的时候 这样的完备 这样没满 一点缺陷都没有 西方极乐世界 一阵装阴 全是自信变地 你不用去怀疑 不用去乱想 你想不到的 你想什么 全是妄念 妄念怎么能把真实想出来 那真实怎么知道呢 把妄念放下 真念就现 真实就现现 真实不是不能知道 能知道 你虽然知道了 你也说不出来 所以这一种事情 我一阵乃至 古德有个比喻 如人饮水 能暖自己 那这个水 是热的还是凉的 怎么跟你讲 都不清楚 讲不出来 你喝一口就明白了 你喝一口 你也讲不出来 现在跟你讲 温度多少度 那口口吗 不口口 为什么 每个人感受不一样 有人吃很热的 他觉得很舒服 很适合他 那有人认为太烫了 有人认为正好 那每个人不一样嘛 没有标准嘛 所以中门大德这句话说得好 冷暖自知 你自己清楚啊 阿尼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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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尔陀佛